1.张盈盈拿捏汪小飞 前段时间有人拍到张盈盈带着自己的妈妈和汪小飞一起逛街 当汪小飞试衣服的时候她还贴心地为她整理 当时有网友质疑 两人逛街跟拍得如此清楚都没被当事人发现 可能是张盈盈找人拍的 是为了炒作行事主权 两人的相处方式看起来就像老夫老妻 张盈盈还发文官宣和汪小飞的爱情 成为对方是大朋友 自己是小朋友 汪小飞直播时也公开称 自己会向张盈盈求婚 不少网友以为即使婆婆张岚不喜欢 两人也很快会去领证结婚 没想到才过了几天话风突变 张盈盈突然发文官宣 自己要和汪小飞分手 她毫不避讳地表示汪小飞是妈宝男 张盈盈还晒了一些两人的私密聊天 汪小飞瞬间从霸道总裁变成了舔狗 她给张盈盈发的语音各种承诺讨好 汪小飞求张盈盈不要离开自己 如果想结婚也可以马上安排 不管是豪宅还是钻戒都会送上 看起来是诚意十足 张盈盈给汪小飞的备注称呼叫缠人精 面对网友的冷嘲热讽 张盈盈再也坐不住了 亲自现身评论区翻牌子 她不光挑衅张岚的底线 说她骗流量 还坦言谁到了她家都会疯 还表示自己手里有证据 不要逼她放出来 有网友调侃 张盈盈突然上演这一出 难道是大S请来的演员吗 既然要分手就私下沟通 发聊天出来不妥当 大年初一的时候 张盈盈点赞了一条损张岚的评论 有人认为 不管张盈盈有多大的委屈 也不应该如此没有伦理 即使和张岚做不成婆媳 也不应该去恶心一个母亲和儿子的关系 说到底 被偏爱的总是有恃无恐 汪小飞难辞其咎 二 张盈盈称房子是自己赚钱买的 很多人认为 汪小飞看女人的眼光不行 之前为了大S几次映射自己的母亲 这次为张盈盈直接去直播间怼张岚 当女朋友和母亲发生争执 汪小飞选择将怒火对准母亲 还直接去直播间里公开吐槽 她是半点面子都不给母亲留 1月18日 张盈盈突然跑去安徽了 还晒出了自己的美照 把筷子都劈弯了 她还在粉丝群里回应大家的提问 张盈盈表示 自己是山东人 以前每年都回家过春节 今年不回家是因为自己身上有很多负能量 不想让家人担心 有网友发现汪小飞的朋友晒了一张和她吃饭的照片 上面的定位也是安徽 有网友质疑 搞不好两人又和好了 汪小飞是直脾气 以前和大S有矛盾 也是汪小飞先承认错误 不知道张盈盈是否也是一样 轻松拿捏住汪小飞 或许张盈盈看清了汪小飞的脾气 所以敢不断试探 不管做什么汪小飞都离不开她 张岚最终胳膊扭不过大腿 台湾狗仔葛思奇爆料 张盈盈曾经怀孕 还拿汪小飞的卡 在山东老家买了两套房 价值420多万 出手毫无任性 当时张盈盈也发过朋友圈 晒过房子的户型图 她表示 房子是由两套打通的 改为大平层 以后翻倍不成问题 葛思奇透露 张盈盈和汪小飞私下还有爱情契约 她和对方约法三章 如果汪小飞有违反规定 就要承担违约金 有网友调侃 看完这出闹剧 很心疼张岚 汪小飞太败家了 年过六旬的母亲天天卖酸辣粉 年过四旬的儿子一点不心疼 前段时间 张盈盈面对质疑 开直播哭诉 她表示 房子是自己买的 做了一个多月直播 赚了480万 然后买了房子 她哭得稀里哗啦的 看起来很是委屈 当时她旁边有个穿白色短袖的男子 一直在安慰她 不知道是不是汪小飞 网友对她的说法表示质疑 前段时间 张盈盈有尝试直播带货 但是有网友去她直播间冷嘲热讽 最后以失败告终 三 狗仔葛思奇再报汪小飞猛料 张兰前两天直播时怒怼大S 透露前儿媳原本已经拉黑了自己 大年三十除夕这天晚上 突然又把她给加了回来 随后大S发了一张照片过来 上面是她和聚军夜集两个孩子的合照 让人哭笑不得的是 发完之后又把张兰拉黑了 两个孩子一直是汪小飞和母亲的软肋 大S当然知道 春节不让孩子去团聚 还选在除夕的时候 直戳前腹心窝 葛思奇作为狗仔岌岌岌无名 上半年她靠报汪小飞和张盈盈的瓜 一战成名 每天大谈特谈 可以说赚得盆满钵满 1月28日 葛思奇再报汪小飞的猛料 她在直播间称 汪小飞没有离婚的时候 除了张盈盈还有其他的女朋友 葛思奇晒出照片称 汪小飞和张盈盈谈恋爱时就脚踩多条船 她表示照片没有放完 自己目前还是有所保留 葛思奇还发文怼张兰 她影射大S在2018年怀孕三胎 是故意捏造事实 没有任何证据 因为那个时候她也在跟拍 葛思奇还喊话张盈盈 表示汪小飞还和其他女人关系不简单 让她快刀斩乱麻赶紧醒悟过来 彻底和汪小飞分手 其中有一张照片 疑似汪小飞和别的女孩很暧昧 有网友认为 有可能是拍摄角度的关系 并不能实锤汪小飞 汪小飞是直肠子 她喜欢喝酒 所处的圈子里酒局也多 估计有酒后失态的行为 但是偷拍也不是光明磊落的事 葛思奇一直很神秘 不知道她是怎么拿到汪小飞这些私密视频的 她又是怎么知道汪小飞和张盈盈私下的爱情契约 有网友认为 葛思奇不停报汪小飞的料 是在为大S站台 连吴宗宪都公开发声力挺汪小飞 认为小葛这样不厚道 接下来说 汪小飞和女生接吻招曝光 背叛张盈盈 疑似曾导致大S三胎流产 汪小飞的事情又有新消息了 起因是张蓝报过年 孙子孙女也没有回到北京过年 因为大S徐希元不同意 但过年期间 徐希元直接发两个孩子和拘军业四个人的合照给张蓝 然后再拉黑张蓝 摆明就是让张蓝 汪小飞过年不痛快 张蓝也随即在直播间曝光了这件事 但其实现在大家已经不太关注 张蓝汪小飞大S聚军业四个人之间的事情 现在徐希元也知道自己不占据舆论优势 但有两个孩子在身边 徐希元可以拿捏汪小飞和张蓝 张蓝这边极力维护 但汪小飞不争气啊 表面老是私下玩得很花 现在张蓝就是指责徐希元婚内出轨聚军业 甚至第三胎的小孙子都可能是聚军业的 随后葛思奇出手了 汪小飞和不同女生接吻照曝光 而且看女生的穿着打扮 不太像是正常工作上班的女生 有点像是夜长女生 而且前后都是不同的女生 并且是在多人在场的情况下 其他人还在喝酒聊天唱歌 汪小飞和女生就直接在沙发上亲吻了 汪小飞估计也是喝多了 完全没意识到有人拍照 一贯不整 但感觉这两个女生都是正经工作的女孩子 而且葛思奇表示 这是汪小飞交往张蓝蓝期间 而汪小飞交往张蓝蓝也是在婚内 当时还没有离婚 还带着张盈盈去北京的婚房 汪小飞一边喊话张盈盈是自己最爱的女人 一边又和其他女生亲吻 而且疑似曾导致大S三胎流产 大S环三胎也是葛思奇拍到的 当时徐希元的肚子已经很大了 看上去已经有四五个月份了 看当时徐希元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都还不错 为何突然就流产了 并且事后也没有太详细表明流产的原因 当时汪小飞的妈妈张蓝事业还算比较好 汪小飞出门都是手插兜 徐希元也是揽着老公的手 看上去很亲密 当然不排斥徐希元也有错 或许也让前男友们害怕 但徐希元真的也为汪小飞付出很多 从前最在乎身材 为了生孩子穿大马宽松衣服 从前最在乎头发 但为了孩子也剪短了头发 对外对汪小飞也是小鸟一人 但自从三胎流产后 当时徐希元恢复了一段时间 就带着汪小飞参加夫妻综艺 因为当时汪小飞的事业已经开始不好了 节目里汪小飞教徐希元骑自行车 徐希元吓得大叫被气哭 原因就是汪小飞不顾及老婆 财流产的身体和情绪状况 还曾说原来明星上综艺赚钱 这么容易的话等等 经历过婚姻的人都明白 双方肯定都有错 杀死一段婚姻的 也可能只是一杯水的问题 但仅仅是一杯水的问题吗 后来徐希元在其他恋宗也说过 汪小飞买礼物就是随手放在衣柜内 迟迟没有送给徐希元 徐希元询问是否是送给他的 汪小飞也承认是送给他的 还说让他自己拿着看就好了 孙姨也说过董子健明知道自己的生日 还询问自己想要什么 但最后也没有买 很多男人还要解释 明明我问了是你不要的 相信汪小飞在后期的婚姻里 也有敷衍冷淡的态度 所谓夫妻一场真的是差不多可以散了 张兰信用卡也停了 汪小飞也见不到孩子 再闹下去还是两败俱伤 最后承担因果的可能是两个孩子 好了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